2022年8月2日收盘了 下午出了一个反弹 然后冲高回落 网友问说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 是不是应该下午进行抄底 这个咱们可没说 在中午咱们说得很清楚 一说到中午咱提一嘴啊 网友问说中午怎么没有那个视频呢 有 因为中午说的那个尺度比较大 被那个了 然后现在能看到点我头像 古邦的头像进到我的主页 就能看到中午的内容 中午内容里头有很多干货 同时也说到接下来该怎么处理 包括出现这种反弹 我们应该怎么处理 简单的一句话 下跌途中 尤其是下跌中纪 每次反弹 预兆反弹不是加长点 这个位置叫冯高出的地点 说这么一嘴 来我们看一眼盘面 盘面今天呢 除了军工 农业 还有黄金这一部分在上涨 其他的都不打地 来瞧瞧 传播不是军工吗 黄金就是 另外还一部分就是农业 那农业上涨咱们就不说了 因为农业种子这一类的呢 未来呀 这都是最强的资源 它跟什么军品 都有一定的抗通胀 和稳定器的作用 而黄金是什么 避险工具 好 这个咱们只能再说这么多 再说多了 又被这个了 盘面现在是这样 中午的时候 这个位置是10度 热度值只有10度 下午的时候多了一些 那我们强调的是 是哪些人进场了 而且下午仍然在放量 今天成交11800多亿 比每天多了不老少 下午的时候 你像农业的种子 汽车零部件 包括机器银和储能 都有异动 这些反复炒作的 就这些个 科技类的果 那么有人在说 是不是 现在这个位置 就跌到位了 这个位置 很显然是没跌到位 朋友们 以咱们的认知 现在我们看 大盘这种情形 来 这种情形 你认为这个位置 跌到位了吗 这个位置啊 通常来讲 叫下跌中继 虽然这个词 有点主观意端 什么叫下跌中继 中继呢 就是这个位置 刚跌到一部分 没跌完 还有下跌 中继嘛 就是中间呢 下面还有坑呢 但这个呢 词虽然说 有点主观意端 但它背后 有逻辑之称 主要看一点 看这儿 朋友们 今天放量了 11800多亿 有人说 放量呢 不好吗 放量呢 不就证明 有资金来抄底吗 同时今天瞧瞧 下午的持后 北上资金回流40多个亿 上午净流出60多个亿 下午净流出全天23个亿 是不是相当于回流40多个亿 不对 账不能这么算 因为北上资金也好 还是主力资金 我们得看这些个主动性买盘 主动性买盘 我们现在打开了看 大多都是小散单 什么意思 主力还没等动手呢 可是很多人就跑着来抄底来了 常言道 老手是死在抄底的路上 可能他认为这个位置是底 那这个位置 要是懂一点技术的呢 就会知道 下跌踪迹 如果他要是再跌的话 我们就相当于 所有人在这抄底的 都在接飞刀 接飞刀 你要是玩得好 直接接住刀瓣 那叫牛 对吧 白白的得了一把刀吗 接不好会怎么办 谁没事会这个时候 往出甩飞刀呢 朋友你仔细想一想 你这个位置 会不会把自己的 带写的筹码往出甩 有的人说我扛不住了 比方说像今天 哎呀这个早晨下跌都尿了啊 扛不住了 往出卖 可以 但是这个位置 你假如是卖了 谁能说这个位置 你不是卖一个高点呢 假如这个位置 现在是 3200点附近 就是在这个位置 你卖了个高点 假如 要是回头一看 跌到下面 3100点 你3200卖的 跌到3100 你是高手啊 那么在这个位置 谁在接飞刀 股票里的飞刀是啥 掉下来的是飞刀 一下子抓住刀瓣 摆刀瓣 钻住了 不钻刀刃 不挨割 结果会怎么样 抓住刀瓣的人 就是这种人 这个飞 这才叫飞刀嘛 接住了之后 这种股票 不再下跌 反身向上 那么你就相当于 拿了一把力气 去割别人韭菜 但这种东西 现在 有没有那两下子 来接这个飞刀呢 好了 我们把情绪 往下压一压 平静一点 我们想 为什么这部分人 现在敢来抄底 或者是说 今天刚刚有一部分人 还跟我讲 说帮主早晨慌了 卖了 后悔了 因为下午又涨了 结果又买回来了 结果又这么半小时 下跌又后悔了 他一天当中 情绪波动太快了 这种人 现在得怎么办呢 慢下来 把生活节奏调慢一点 要不然 这就是左右 前后 艾尔光 最后还得是 接飞刀 假如明天 再一个下跌 他接这个飞刀 是不是直接被套 那么直接 他就 这儿八经的 成接飞刀的了 隔路离场 明天如果再一个下跌 他是不是得离场 谁能保证这个位置 就止跌了呢 这个位置有没有出现 止跌信号呢 来我们看看 盘面 我们随便打开一个 比方说今天长得好的船舶 以船舶为例 朋友们 大家看一看 即便是不错的船舶 今天也是这样的形态 那还怕不啊 来我们再看黄金 黄金 是这形态 冲高回落 那么看看日线图 朋友们 是这样 这都是避险工具 他们走的呢 也都是虎头舌尾呀 所以这种情况下 武邦的做法是什么 我们按照热点 是有周期的轮动 同时股市是有波风波股的 就这么个规律 我们沿着这个思路去做 咱们既不是死多头 我们也不是死空头 我们做的是什么 是趋势交易者 往往这个位置趋势坏了 我们就得按照坏的来办 你比方说现在 我们看一看啊 缩小一点 凭良心说 大家我们把均线调出来 看看均线出来了 那么我们看 这个位置 红色线是不是上升趋势 那么现在 我们要是再给这儿画一条线 假如我这个笔就是一条线的话 这是不是下降趋势 而且再画一条线 这就是下降通道 来朋友们 我把它用一个彻底的笔画一下 借一个笔 换一个绿色线 然后换大一点的棒数啊 我们画一个杠 在这儿画一个上面的压力 这是压力位吧 没错 我们再画一条支撑位 给这儿画一条支撑位 这是下降通道 是吧 这是上升通道 这是下降通道 那我要问 这个位置 既然是下降趋势 是不是我们每一笔操作都得非常小心 如果买不好的话 这个位置就很有可能是下跌踪迹 下跌踪迹 古邦刚说过 那个叫接飞刀 所以这个位置该怎么办 来 我给大家就是一个这样的想法 这个位置呢 要想抄底 可以 明天是一个抄底的时间点 为什么 因为这个位置有一个点位 就是黄金风格位 大家看 这是第二黄金风格位 第一黄金风格位 就是这根白线 我早就把它挪走了 因为第一黄金风格位 应当是第一波下降的时候打到这儿 但是没打到这儿 它就开始震荡了 所以它失效 我们不算 现在看第二黄金费 第二黄金风格位 是3144点 朋友们 距离今天的第一点 3155 只有10点 那么明天假如会在3144点 要是出现这个格局的话 出现了这个格局的时候呢 同时我们能看到一个 特征 就是板块上 出了一些个灵涨的品种 而灵涨的品种呢 又是我们前两天耳熟能详的 你比方说 前两天后期上涨的 像一些储能类的 后期还上涨一些别的品种 我们看这些东西动没动 如果还是老的东西在动 你比方说 汽车 那证明就这个位置的反弹呢 我们得画个问号 打个对折 假如呢 要是明天上涨 干脆出现低点之后 就以这些个白龙马为代表的 什么是白龙马 就这今天跌的最多的就是大盘权重骨 这不通通在绿吗 只有一个海天味 这个家伙没有 因为好像经济再怎么崩溃 这做调料的老百姓都得吃啊 尤其是居家 那过热的更少不了 你家有没有海鲜酱油 什么的 那不都是这个意思吗 开玩笑的话 咱们就落一落先不说 现在强调的是 如果明天是这些大白马 他们启动了 那这个位置 只跌信号 或者是说进场信号 相对可信 如果明天刚好 是牛市的骑手券商骑掌 那又不一样了 因为今天是牛市的骑手 这个券商变成了渣男 他的向下拐 并且我们看这个东西啊 他记得不 今天我说什么 就是这个家伙 风向标 同时这个家伙 是样板骨 朋友们你看 是不是他最先触底 然后他反弹 然后回来了 大盘跟他走的 是不是样 这个叫样板骨 中信 也是个正 就那个证券吗 最大的家伙 那么现在 我们的结论就来了 假如明天 要是券商在这个位置 能够直跌起稳 那这个位置 好像貌似是一个 进场信号 但也不确定 关键的点 明天看上午的十点半 这个位置 能不能出现一个 降速 下跌呀 朋友们要降速 同时要缩量 这么大的量 不行啊 你想想 这么大的量 散户都冲进来买了 那将来 谁能带动他们呢 稍稍一上涨 以散户的性格 只要一涨两三个点 马上他就卖出 直接对主力 形成了一个抛压 所以呢 这个今天 放量啊 这个是散户参与 或者是说 换手参与的概率大 那么在这种 放量下跌 而且不降速的情况下 谁来抄底 都不确定 所以 我们做石盘交易的 钱是咱们自己的 我们绝对不能主观一段 在这说 猜是底 不现实 那么在这 古邦最后总结一下 我们在昨天 尾盘的时候 曾经说 多个现象反应 昨天 反常 不正常 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啊 你比方说 昨天我们讲 行业之间 像这个证券啊 还有A50啊 保险等等 都出现了三月份的低点 那么他们可能 还要再打低点 就给大家营造一个 像大资金要计厂的 这么个事 另外呢 就是板块内部之间 涨跌互线 有很多东西呢 都已经冲得很高 但他们还涨 更主要的是指数上的分化 这咱指的是昨天反常啊 创业板呢 出现了一个大型的反爆洋 而上证指数呢 尤其是上证50 他们还逐跌 但这里面 咱们说上证指数 昨天还特殊出现了一个 3255点 后面还出了一个小数 出了个小数 是三个五吗 23225.55 我说这个三胞胎数字 往往是一个 就是昨天这个下影线啊 我们打到这个下影线调演 这个位置呢 三胞胎数字 昨天 三胞胎数字 是不是一个指跌信号 往往双胞胎就够指跌了 那三胞胎呢 就是加强了 就是它更有它的说服力 但是我昨天说 你看 上证指数 明显的是一个向上 而创业板呢 出现了一个大反爆 那是绝对向上 但是这是不协调 而且这就是反常 我最后昨天给的结论是什么 赛道股还出现了一个超长 那么超长 也就是上涨 为什么上涨 明显是有人接盘 接不住 就或者是说 想抬轿子的不愿意抬 那么主力呢 为了边打边撤 才进行了一个 不得不拉升的状态 这叫边打边撤 总统记向 昨天给出的结论是 事出反常必有妖 可能是在诱读 我的当时的策略 是在等一天 我等一天 看能它是什么样的变的 结果今天 等来了一个巨型下跌 那么我现在的仓位呢 虽然很轻 百分之二十六 但今天的下跌 我也没躲过去呀 虽然说 这种下跌呢 我损失是挺小的 好 那么也正因为 我的损失挺小 而且仓位很轻 我才有 它再次下跌 我能抄到底 我有这个资本 因为有闲钱嘛 有空 我有自己的空仓位呀 那好 在这儿 明天很关键了 这个事情 老太太的事情呢 跟股市有没有关系 有 但关系不大在哪儿啊 在下跌途中 而且这是一个下降通道 你说跟人家有关系吗 有 它是个事件驱动 所以它只是一个导火什么锁 那我们现在该看什么 看这个问题 能不能继续发酵 或者是说 主力能不能用这个东西呢 再做一些文章 但前提有一个 下降是一个不争了 现在这不已经下来了吗 下来的时候 这不就是ABC吗 如果按照C浪下跌的话 在这儿 我们谨慎一点 有好处 但一定要记住 我们千万不要被它吓倒 为什么股邦现在又给大家打气呢 现在这个位置 很多人都吓尿了 往往就是一个起死回生的地方 这个叫人气 我取 你假如说 出现了一个买入信号 我会果断的买入上车呀 朋友们 我有74%的仓位呢 我要干进去了 所以在这儿呢 再跌一跌 我反而更高兴 当然了 没有这个 在这儿好像是 幸在乐后那个意思 只是说代表我现在仓位轻 或者说现在呢 我就是等着这个下跌几回呢 你看 很多 我们都知道 前期不仓 招招 叫保险资金要入市吗 社保资金入市 是不是这个位置砸了个坑 眼睛该来了 那么咱们跟大主力 跟国家队再做成朋友 不就吃上肉了吗 好了 我是古邦 明天早上啊 我们有早播报 我会把今天尾盘之后 出来的很多消息 包括那个什么 那个消息啊 一起解读 然后今天呢 还得伴随着外盘的反应 还有外盘隔夜的美股啊 欧洲那边的一些个涨跌现况 我们明天早上梳理好了 以早播报的形式 分享给大家 我是古邦 喜欢的加关注 我们明天早播报 见